在我小時候的影展上都拿過很好的成績 五號次電影跟蹤就在2007年的拍攝 兩位 歡迎兩位 徐先生你好 張導演你好 你好 還有導演是余麗維先生 他的努力我覺得 和演員來支持我們 很開心這部電影 就是講在巴西聖保羅 有一條東洋街 裡面有各種各樣的移民 有亞裔的 主要是亞洲的移民 有日本的 南韓的 有內地的 有香港的 有台灣的 那麼大家飄搖到移民到那麼遙遠的地方 那麼跟本土社會怎麼樣結合 那麼表面上是一個 這個黑幫片的類型 因為這裡面 秋生演的是一個 黑幫的一個頭 老大的這樣一個形象 但實際上我覺得導演在講這個 很特別的香港人那種感受 因為我 Hello 兩位 你們好 Hello 對了 跟你們聊聊幾次 我們去過沒呢 我都取緝了 對了 大家是來過取緝 會不會是拍這個期間呢 不太開心就不是 然後就是 自己覺得第一次去 不一樣的人 大家講英文講故文 什麼是國 香港是中國 這是環境困難 其實相對來講還是還好 因為我 我們通常演員自己會照顧自己 所以後面最後就是我有一場去殺人的戲 然後那場戲就是真的 導演希望是真實的感覺 有可能就是真的讓他們把我扔出去 那一次扔了大概從台上扔到台下 大概就有一米多遠 所以就直接趴在台下 雖然第二天很痛 但是看回放的時候就確實覺得 這個效果非常好 有可能 有可能受一點皮肉之苦吧 好 我們預祝蛋糕在那個 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那裡期開得算 好不好 好 一二三 Cheers 好 恭喜大家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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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